这里是南半球的澳洲悉尼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怎么样子去注意你的兰花 有时候你会觉得 怎么你的兰花会没有新芽长出来 其实有的 长出来的时候呢 你可能会不留意 看不见 你看这个小小的 其实就是蜗牛 有两个蜗牛 我是今早上发现的 把它给搞出来了 其实有三个蜗牛 在一个 你看我这小盆的兰花中 里面有个新的小芽点 估计会 因为用手机拍的 会效果没有这么好 你们看的那个小点 这个就是新芽 今天早上发现呢 就是三个蜗牛在吃 因为这个新芽是蛮小个的 已经给它吃了有冻了 所以说大家就要注意这样子的 小的蜗牛呢 它是通常是大的蜗牛 下蛋下的植料里面 如果要是植料不足的话呢 就容易 容易有这种现象发生 你看这个 像这个 这个就是新芽小芽 现在已经给它吃了 吃了有冻了 估计会成活不了了 三个蜗牛在 在吃它 我现在抓了两个 还有一个掉进里面去了 估计会明天我再继续的收 有时候呢 不是植料 有时候你如果要是放的那种 颗粒的肥 也会有 因为它们是 大批量生产的呢 通常都会有 那个蜗牛的蛋 和那个鼻涕虫的蛋 在里面 如果你要是这样子 放在那里的话呢 时间一长了 它就开始繁殖了 这就是大家要注意的地方 经常都会有 像我昨天晚上又抓到了 也是小的鼻涕虫 它们都是夜间出来的 所以晚上或早晨 早的时候多留意 你能看得见 或者早上起来 看得有痕迹的那种 白色的 好像鼻涕一样的 那你就知道 应该是有虫在爬过的了 好了 今天视频我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关注